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超去教 吹少人,应该叫帝少人,艾芬 艾芬前天在推特上,在他反正发出了一个视频 讲自己现在挺好的,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 没有解释任何他消失啊,中间故事啊,什么没有解释 我个人没有太,就是他出来讲话什么的 那些我个人都没太做太多的评判 他自己也讲当初,他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一开始站出来 是,这个我觉得,由我当时看他的报道来讲 给我感觉就是说,就是中共体制之下 这种背景太悲剧了 我个人觉得太悲剧了 他带的牌子,他应该是武汉中心医院的急诊室的主任 叫精英了,其实是精英,我相信他的生活 他的跟他的年龄,他家里住的环境 他自己的孩子,先生,我相信是有一个很正常 就像李文亮的家,你看到的故事是一样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三四十岁人来讲 当他,他是读医科的嘛,医科的 我们那时候读就得八年,我现在不知道是多少 手读医科大,进去就八年 我个人连想过都没想过,太费劲了 那这些人能从医科大,能三四十岁的年龄 这个年龄差不多了 急诊中心医院的急诊室的主任 那我相信就环境都不错了 既是社会的精英,也有自己非常好的现实的状况 物质条件的这种中等朝上,靠自己的这种努力 我意思他不是红二代,不是官二代 在目前中共体制下,很难承受得了打击 太难了 那良心的谴责,我觉得我个人良心促使他站出来 我个人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你说他后来再去给大家伙报平安 说被灭声什么 这些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了 他走过了那一路,受到了威胁 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存在 也同时表达他的无奈,仅此而已 所有人其实不要期待 我个人觉得你很难期待在中共体制之下 一个人将如何 你看过《风声演义》,我觉得就应该懂的了 那个稍微有点倒横的妖鬼怪 多厉害的人都弄不过他 这就是生命的层面不同 中共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养出了这么一个魔鬼 你靠一个人,说这个人我靠人性去如何 人性只能自省 说句实在话,人性是自省 天灭中共靠神 那是天类 大疫情的爆发 共产党一完,疫情就没了 那共产党不完,疫情就持续 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它就这样了 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 我只能说,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么个感觉 所以我没有太说 但是吹哨的人也好,地哨的人也好 这个过程中对个体者,他的珍贵就是他的醒悟的过程 任何一个个体者都是珍贵的 就像我们昨天在陶哥坎丰神里说 袁世天顿的十二金门 其实他的徒弟不止十二个 十二金门是指他排行排出来 有他的原因所在 人们通常像十二金门 十二金门汇集到西齐城 要共破石绝阵 其实今天早上我开车去 讲今日点击的时候才想起来 其实这一阵 这个阵,石绝阵凑的是什么 石绝阵为什么凑齐了袁世天顿的十二金门 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 所以他其实揭示了天干地支不是很高 真的不是很高 他是这第一波刚出来 那到了后来万仙镇那才倒高了 所以风神眼一样 演的是一层 看明白之后你就知道 哦,要不然你封不清 哪个高哪个低啊 谁比谁强,谁比谁弱 不是天干地支 你算吗 他为什么来十二个人 我们就说这意思了 原始天尊的十二个徒弟 他们使的宝贝 功夫 出手的方式 全都不同 每一个个体者都有他的尊贵之处 那原始天尊告诫人们 在修为当中 在修行当中 神佛道的慈悲 保持着每一个个体者 他自己的特征 独立于这天地间 独立于这宇宙中 不是定义尊 对不对 那习近平的屁股 是大家伙的屁股吗 那么定义尊都得听他的呀 那到省毛坑了 对不对 一个人他一个人拉了 把大家伙的粪便都给拉了 那家伙 那也是本事了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蛮接受 我个人觉得蛮理解 就是说 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就像我跟大家说是 我放个屁 就把团圆给崩没了 那么是人的地方吗 屁乃人生之气 焉有不放之理 对不对 原来北京说 如果谁门了我的屁 干活轻松又有力 这是开玩笑 所以那个 就是那时候 放个屁 把团圆给崩没了 那他们都没改变 对吧 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去放屁 崩团圆的时候 他可能还没出生的 所以中共从来没改变过 人也战胜不了他 那也为什么提的这个事呢 就是说 从来没有改变过 因为今天出了另外一个 又一个锤哨人 刚刚曝光了 他拿出了当初中共的红头文件 文章蛮长的 蛮长 他列举了一些事实 讲是台湾的一个媒体 他讲 他叫新新网 报道的 就是有人报给他了 这个相应的新闻 拿出了红头文件 来证明当时 应该讲习近平 犯有决定性 决定性错误 因为掌控权在他手里面 那所有的内容 早在1月3号 中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 已经掌握一切 而且他们已经做出了 这种大疫情爆发的 这种准备 但是习近平把它控制住了 就说习近平不接受这种处理 那也就变成了 大家在销毁相关的证据 新新网拿到了 新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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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拿到了这个内部资料 国家卫健委 1月3号发出的红头文件 叫三号文件 针对武汉病毒的样本 按照叫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进行管理 所以可见 已经进行了相关处理 同时间 他们发出的通知 叫销毁所有样本 后来通知是销毁所有样本 在财新网中有过这个报道 这是起头了 就是说现在状况 全世界要找他算账了 那结果在这个坑井上 一份红头文件出来了 新新网取得了这份文件 发出的相关通知 针对近期武汉病毒样本 在按照如何如何处理 所以早应该知道 要求各相关机构 省级以上部门的要求 针对提供的样本 进行病原学检测 做好交接手续 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转向其他机构 个人提供样本信息 以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取得相关样本的机构 个人应该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 送交国家指令保管 那疫情防控期间 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对外 公布相关等消息 这个东西呢 这是三号文件规定 这个东西它有双重的成分在里头 一个成分呢 它集中销毁证据 它知道已经出事了 对吧 三号文件知道 大流行病开始了 那同时呢 它又以防范病毒 会出现大规模扩散 作为理由 必须进行严格控制 而这些严格控制的 所有的做法表明 第一它是人传人的 第二它就是具有高度致命性的病毒 我相信是这两点 可以促成它提出这样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就是双重性 第一可以即把样品全都毁掉 一掩盖疫情 第二呢 它确实又可以说去控制 希望能够控制住疫情的扩散 大家好 我是石超 2020年鼠年 我们与武汉肺炎 非典2.0 不期而遇 现实的一切 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 再次重现了 两千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而遭遇过的大瘟疫的犀利 订阅石超的声音 石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 生命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掌声 点击下面的连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 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的石超每天所制作的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超的支持 那我找到了相应的报道 财经统天 官方去年年底已经开始隐医疫情 隐瞒疫情促误销毁证据 联合新闻网 去年底隐瞒疫情财新网报道 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医生 医师赵苏曾表示 去年12月24号 将首例海鲜城的有关样本送到了第三方检测进行 三天后 12月27号 检测机构以电话通知 结果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同天 就有研究者从一名早期样本中获得完整的蓄力 那并与医院等等沟通 没有获得回应 30号 以文亮去警告批谣 然后根据一个基因检测公司透露 1月1号收到湖北省建文电话 说有关药品不要再检测 而已有的样本必须全面销毁 警告不得对外透露样本的消息 也不能发布相关的论文数据 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一定向我们汇报 未见闻发出文件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财新网的报道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内容 而是当时财新网通向也拿到了这份东西 对吧 这个前后就等于对应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准确的 拿到的这份文件证明财新网的报道是对的 但那份财新网的报道被删了 跟王岐山有关 对吧 然后中央电视台1号2号去批这个李文亮 造谣 然后就说取得什么 本刊取得两份权威性某权威媒体给的内餐 一个是2月上旬 一个是说2月上 2月初武汉已经有500 有600多位医护人员感染 一个是3月中旬 如果是3月中旬的话 习近平已经去过了武汉 书里说去年12月下旬已经出现状况 而且已经报给中央要如何处理 所以跟财新网的那篇报道是完全一样 就佐证了这个时间 内餐12月底 书家基因测试公司已经提交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 那个已经有了 对不对 然后1月2号以前就知道这是一种新的 就是非典2.0 内餐说消息被封闭 去年12月31号就开始发出警告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是一种对应的了 内餐男看出习近平的要求严防严控 就是说习近平知道这件事情 但他没提严防严控 1月7号主持会议提出了要求 他这是骗人的 1月7号的他提出的要求 是侮辱强奸了政治局常委 就是强奸了政治局常委 欺骗全世界 但他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时间点差不多 所以是否提出严防严控存疑 1月7号卫健委到了武汉去 没有发现任船人 也没发现1月10号前 已经出现医务人员感染的问题 所以就帮助了掩盖疫情 换句话说 习近平1月7号 在政治局常委开的会提出的说法 是这件事情大爆发的关键所在 是他的决定促成了大规模杀人 因为1月7号 既然习近平已经做出决定 卫健委却完全把消息掩盖了 这与当时武汉各医院的状况积压 就是病人积压 人传人的状况完全不相符 所以这就我觉得时间就对应出来了 1月29号 叫做武汉新华医院 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内参对比 1月6号到10号 他们要开会 所以就不能有这东西 那花了8天才确认人参人的重要病例 武汉医院要求医治的人增多 重症者非常严重 卫健委2月21号官网补出新闻 1月14号召开了电话会议 包括了加强管理 它是补充新闻 它实际就是国家卫健委在编着 在一起欺骗老百姓 在造假 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但如此重要的防疫指示 当时为什么不公开 对吧 补充了1月14号 那是7天之后 但那是1月7号习近平做出指示之后 他在掩盖了所有东西 北京1月12号确诊了一个 上海相应都有确诊了 而上报国家卫健委 患者均都没有在海鲜城 说明人传人了 1月12号北京就已经证明是人传人了 但20号卫健委才确认 而且说叫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所以习近平没有理由不知情 他结论就是没有理由不知情 习近平7号知道 一直延续到20号 对吧 第14天的时候 他才发出指示 北京的网信办的文件显示 1月初就严加管控 卫健委10号没有发现人传人证据 19号疫情可控 而北京信访办 8号说武汉肺炎的相关内容 权威部门发布为准 不做无端猜测 不关联非典 不实报道 15号网信办 有关肺炎以官方信息为准 22号网信办 关于肺炎要规范使用用稿 不得不转自媒体的相关消息 所以他就结论就是说 责任线相当分明 主要是相关主要负责领导 他们都是积极落实习近平指挥的中央 与中央精神抓住黄金窗口器过年 所以这就是他在时间点上揭示了整个故事 然后说最后的结论 在他3号的时候就已经通报美国了 因为他已经知情了 那习近平不可能不知情 而那习近平是真的在1月7号 做出明确指示吗 那为什么1月中旬还有万家宴呢 到了23号才封城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他直接提出质疑挑战习近平了 对吧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在跟有财新网的调查报告的这种佐证 所以这篇东西基本就是非常清楚的 应该讲中央负有最严重的责任 习近平频频判断失误是其关键 而中共的体制造成了今天的真正的代价 所以中共必须面对它 那这份资料的提供者说 为什么他跟那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那个那位女医师 概念差不多 他就说良心受不了了 因为中共的甩锅的做法 实在他受不了了 不愿意亏对自己的良心 希望党内更多的人能够揭露这两错误 一个政党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 凌驾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之上 所以中国人 那这些人都是党员 在自己成为党员 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 才去做吹哨人 而吹哨人付出的代价呢 将会失去他们现在物质上的一切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个人没有真正信仰为基础的时候 他的可悲之处 真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